生命是一趟感恩之旅 生命殿世與你 一同幸福祈福圓滿生命 生命殿世與你 一同幸福祈福圓滿生命 生命 生命殿世與其他人 生命殿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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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拜各位做了很多次甘露事实 有些菩萨今天学 但是无论如何 希望大家天天做 因为既然已经了解众生很痛苦 那对我们来讲 不去关心众生 不去帮助他 我们自己的慈悲心不见了 那是最可怜的事情 所以生命最大的危机 就是我们失去慈悲心 你要这样决定 所以包括各位你在 各位妈妈在煮饭菜 那个味道很香的 你可以管想 烘啊烘啊烘 至少这个心态 你在洗碗 你的碗里面还有一点油啊 冲出去 你要你烘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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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施给他们 包括各位你咳嗽 吐一口痰 你要知道 一个念佛的人 吐一口痰 几千个鬼都来抢 因为你嘴巴会念佛 对他们来讲很重要 包括各位在洗澡的时候 一个念佛的人 一个孝顺的人 一个守过戒律的人 你洗澡的水流 流到河里面 流到地上 孤魂野鬼都可以喝 那些被这个水冲到的小动物 也可以超度 所以我们修行人 连上个厕所都要烘啊烘 为什么 因为有一种鬼很可怜 叫大鹰鬼小鹰鬼 小鹰鬼他就是喝尿味 大鹰鬼就是吃大便了 他们什么都没得吃 他只能吃这个 所以你都要烘啊烘啊烘啊烘 然后默默的在为他们念 欧玛尼贝美奉 希望他们脱离鬼道啊 赶快升天啊 所以我想各位 平常你不会念很多 至少会念这个几个字 来 欧玛尼贝美奉 欧玛尼贝美奉 就这么简单 欧玛尼贝美奉就是你的食物 变了 清净无量变很多了 哪怕你倒掉了 都要念 欧玛尼贝美奉 这六个字就是希望他脱离六道轮回 来自你直接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希望他去极乐世界 太简单了 但是如果你不去做 你会觉得自己悲心不够 所以我们学大乘佛教 就是希望自己不离开慈悲心 去关心众生 所以养成习惯我今天有请他们 一人包一包米给各位 他们不知道没在准备啊 这包米今天法会加持过了 哇各位你出去不带美金没关系啊 米记得带啊 因为美金对那些鸟孤魂野鬼没用啊 一颗米才是他生命的黄金啊 而不是说吃了就算了 因为他吃到这一颗米 念过便时皱了 法会加持了 念一下 恶鬼升天 他马上就脱离痛苦 那你自己得到十种功德 长寿富贵 永远不会怕鬼 将来往生净土如何如何 所以包括各位你去厕所 洗手出来 像我们都不好意思擦帅啊 就是在念啊 因为我们的手念了很多奏啊 这个手佛经说呢 各位念 那么大方广佛华言经 我前面永远摆了一部 我们汉传佛教 中国佛教最重要一部经 念一下华言经 释迦牟尼佛刚成佛 到天上讲了二十一天就讲这一部经 让天上的神 不要光享受天人的福报 但是已经很有福报了 有福报应该要更发起成佛的心 和华言经 虽然各位 你读一部华言经 读完可能二十一天 但是 你用你的手一念来 南无华言经 那你这个手跟人家握手 洗手的水 三二道都可以超度 所以各位 我们会懂得念阿弥陀佛 会懂得念地藏经 真的太宝贵了 你会觉得我念心经有什么 念心经 开什么玩笑 这个世界最大的魔啊 最大的障碍 念心经都可以消除障碍 所以 再伟大的超度一定要念心经 对不对 心经是什么时候翻译出来的 玄奘法师看到护持佛教的唐太宗 快死了 那个时候可能是得癌症的 古时候没有药 痛得要死 唐太宗 特别 玄奘法师为唐太宗翻译这一部心经 两百六十个字 翻译完以后 拿给皇帝看 皇帝已经念不出口了 他替他念 念完以后 皇帝全身的痛苦没有了 超度了 一部心经都重要 所以玄奘法师 他到印度去取经 被土人抓起来 要把他烧掉 因为当时候土人要盖一个桥 要盖一个新的水流 都一定要杀一个人去祭神 结果因为印度人都是黑的 他要找那个皮肤白的 就只好小孩子 结果玄奘法师来 哇 这个更白 因为玄奘法师像女人一样 皮肤很漂亮 所以就抓他 把他绑起来 放火要给他烧了 结果玄奘法师说 他意思是叫他们等一下 给我两分钟 我要死 我要保持正念 对不对 因为他从中国出来的时候 一个老和尚告诉他 你碰到灾难就念这个心经 那时候还没翻成中文 你要翻文的 所以他赶快念 一念的时候 哇大风大浪 鬼哭神嚎 那些土人都跑掉了 玄奘法师他说 哇哟 老和尚给我这个心经 这么厉害啊 事实上那个老和尚是谁 就观音菩萨实现了 他为了要帮助玄奘法师 实现成病人 玄奘法师照顾他三个月 有这个悲心 所以观音菩萨就把这个心经传给他 能除一切苦 消除玄奘法师取经的八十一种灾难 所以各位我们都会念啊 大家都会念心经啊 甚至各位念阿弥陀经啊 会念很多佛号啊 你也念过药士经 那或许你会说 师父我背不起来 所以为什么要念翁阿弘 翁阿弘念的时候 除了食物变很多 你把你身体嘴巴 那心所做的功德叫奥阿弘 吹口气就融入在这杯水里面 奥阿弘 所以各位念一下 世界是母亲 众生是母亲 所以各位要学习爱护整个世界 爱护所有众生 不能把它当作一种 一种法律 规定你要这样做 你不这样做我罚你 这样人会变成像机械一样 各位要从知恩 世界对我有恩阿 所有生命对我有恩阿 像我过去很喜欢钓鱼 我的习惯就是钓鱼跟赌博 就这两个而已 其他没什么习惯 就是喜欢这两个 然后呢 因为钓鱼让我很专心 我很专心 很专心 我不吃鱼的 但是很鱼吃 就没想到那个鱼 钓起来这么痛苦 但是赌博 赌博是代表 因为我这个人心赢能量很强 赌我不喜欢赢 赌输还会笑 那才是我的快乐 我喜欢人家听 哎呦这个人 这个人 赌运飞 就是说 排品很好 赌输还会笑 赌赢我还不好意思 那是鱼吃 但是现在学佛了 因为母亲生病 让我深入佛法 所以 改变命运 念一下 放下徒刀 立地成佛 所以各位 你要戒坏的习惯 不能脱到明天 你脱到明天 永远有明天 你有抽烟 你知道错了 就放下徒刀 我从现在就不抽 那个烟赶快就把它弄掉 那烟来怎么办 想要抽烟了 赶快做烟供就好了 对质 对质 你要对质 你去做点香做烟供 就可以把这个烟引消除掉 所以各位 你老公很喜欢抽烟 你骂他没用 你每次点香 都用他的名义 多点两根香 回香给他 他就不喜欢抽了 这就是佛教的方法 缅甸人更好 你老公很喜欢吃肉 如何让他不吃肉呢 你就买新鲜很香的水果 然后盖起来 拿到佛钱一打开 用这个最香的水果味道 供佛 以后你老公只喜欢水果味 不喜欢肉味 就回香给他 佛是大福田 缅甸佛教最大的特点 什么都共佛 以佛的力量来改变命运 所以缅甸成为世界 第一个会布施的国家 不是说钱多 而是他们 一个礼拜过一天生日 你看他们都会布施 不像我们华人 一年才一天生日 他们是 所以你要去查 你是礼拜底出生的 那天你就要做义工啊 供养三宝啊 打坐啊 所以他们要经常去 供养三宝 养成那个习惯 所以各位要了解 一切众生都对我们有恩 所以我们要念恩 像各位现在会讲话 都是妈妈把我们抱着来 叫妈妈叫 我们是这样教的 妈妈的肚子是我们尿尿的地方 妈妈的肚子是我们避难的地方 我们每一句话 都是因为这样来了 所以佛经里面说 一个不孝顺的人 土地公这个土地都不愿意占你 希望你赶快离开 没资格踏我的土地 我讲到这个地方 各位一定要孝顺 公公婆婆 你既然叫一声妈 她永远都是你妈 你的岳父岳母也是你的父母 所以你结婚以后 你变成有四个父母 那你要平等的 永远去孝顺他们 所以你孝顺你父母的方法 就是孝顺众生 念恩 报恩 怎么报恩 第四个 来 让他快乐 这个叫慈心 慈就是让众生快乐 我刚刚讲的 知恩不是光爸爸妈妈 是说 所有众生都是你的爸爸妈妈 所以你要让所有众生快乐 你要知众生都是父母 要念众生恩 要报众生恩 所以第四个 让所有众生都快乐 所以各位你要想办法 如何让众生快乐 送他话 讲好话给他听 很幽默 多一点让他快乐 第五个 来 让父母离开痛苦 这个叫生起悲心 慈悲就从这两个来了 所以当然有人问我说 那慈悲也很好啊 那你们为什么出家人不结婚呢 脱离婚姻呢 各位你想想看 男人都是爸爸 女人都是妈妈 怎么可能抱着他睡觉呢 所以你对他只有感恩 所以改变了 心态改变了 我以前的同修 又漂亮 像隐形 又有钱 后来我的观念知道了 我跪下来跟他顶礼 他就哭啊 那你为什么要拜我 你是我的观音菩萨 我尊敬你 从内心里面感恩你 我不可能就把你当做是太太了 欲望的 没有那个想法了 永远谢谢你 我只能这个想法 我对我的儿子 我也跪下来跟他顶礼 你是我生命的老师 没有你我不知道生命的苦 生的小孩才知道 小孩很脆弱很苦的 生不是一种快乐 是一种苦 所以我必须对这个生命负责任 对他负责任最好的方法 是我要好好修行 做他的榜样 对不对 做他的榜样 所以我想各位呢 再背一次 知众生恩 念众生恩 报众生恩 第四 起慈心 让众生快乐 起悲心 让众生离苦 第六 最重要 念一下 增上义乐 把所有母亲众生的苦以乐 成为你个人的责任 法华经说的 整个世界只有你一个人 学佛 但是世界有七十亿人 包括无量无边的众生 的快乐跟痛苦 是你个人要承担的责任 这个是最重要 这个叫起真上义乐 你能够有这个愿 第七个才叫 念一下 发菩提心 发 这个就是发心 哦 要发心 要发心 发心不是有没有钱都没关系 那你要有这个修行的过程 那各位这七个叫七因果要义 你要背下来 然后你才 而且背下来不是说光会背 从今天开始 你要把对方当作他是父母 我就是要让他快乐离苦的 他一天痛苦你心里就会很痛 慈悲心要有感受 你的儿子跌倒 你的女儿在感冒 你心里就会很痛 那个感受你没办法讲 就是很痛 就像我妈妈生病 我心里就很痛 哦 妈妈我替你生病啊 只要你快乐 我什么都没关系 因为我有感受 跟儿子生病一样 不过那个时候我想起来 我妈妈生病的时候 我儿子也生病 我好像比较爱儿子这样 所以有人就骂我 你们这个不孝子 我一听 真的有道理 你看我儿子生病 我20小时守护着 妈妈生病啊 我们兄弟来 我们出一点钱 请个看护看他 但是天天去照顾儿子 所以他骂我 我就觉醒了 我就跟我过去太太说 儿子给你照顾 我20小时住在医院 我跟我哥哥说 你们什么时候来都没关系 反正我住在那边 我以前错了 也因为我住在医院 我才有机会去了解 生老病死的痛苦 哇 没办法性怒 没办法性怒 再多的钱 再高的地位 不能够帮助母亲离苦 那活着有什么意义 所以那个时候 就会有信仰的力量来了 那因为没办法解决的痛苦 那好在我们 从事了一个智慧的信仰 看经典 了解道理 所以各位呢 这个起真上意乐 你要告诉你自己 所以这个是个愿 如果很多人跟我说 师父啊我业障很重啊 我什么样 我说你在佛前发愿 可以消业障 哪怕什么业障都可以消 你发起一个为度众生 承担众生苦的愿 再大的业障都可以消除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 发菩提心的力量 你就算你的业障 比整个地球都是业障 像冰山一样 一颗小小的太阳 就可以把冰块给融化掉 所以整部还原经在讲 菩提心如意妙宝 菩提心的功德 但是发菩提心 必须有这个 承担所有众生苦的愿力 而不是说 我是净土宗的 我是禅宗的 我是密宗的 我是佛教的 你们是天主教的 所以我不关心你 那你这个不符合菩提心 这个人杀死我爸爸 我都不会恨他 我都要救他的命 也希望他成佛 因为你发愿了 承担所有众生的苦以乐 成为你生命的责任 活的的意义 那你发起了这个心以后 那你当然要成佛 因为你不成佛 没有办法 究竟帮助众生脱离轮回 这个叫什么 来 发菩提心 所以发菩提心 什么意思呢 第十六四大宝法王写得很好啊 他说 什么叫发菩提心呢 就是愿意把自己所有的快乐 来承担所有众生的痛苦 愿所有的众生的痛苦 在我个人承担 我精进的所有善根功德要 布施给对方 而且艰辛不移的决心为众生成佛 一定要让所有的众生都离苦成佛 我的轮回来停止 所以轮回是菩萨的净土 所以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为了永远在那边 是为了来轮回 而是为了要来轮回 能够度众生 所以我们要有空性 不会退转的平等的智慧 跟不会退转的悲心 和成缘再来 为了这个去极乐世界 而不是为了要逃避 世间的痛苦去极乐世界 那这个才叫一心念佛 一心念佛讲的就是念下来 发菩提心 真心的 那你发菩提心 世上你还是要老实的持戒不施 来 深信因果 所以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读诵大称 你为什么要读经典 那你才知道 怎么样利益众生 怎么样修空性背心 第四个 劝进行者 进一步用尽办法去影响别人 特别现在有网路 有脸书 有各种的快速的方法 去影响别人 所以为了别人 就像一个女人 她穿得好漂亮 她就是希望别人都认为她 今天穿得很漂亮 因为在影响别人 但是做一个菩萨不一样 你开车 你走路 你做什么事情都想说 我时时刻刻在影响别人 所以你最好怎么观想呢 来 我变成观音菩萨 这个人爱打麻将 这个人爱牌 我都变观音菩萨 这个人爱喝酒 你喝到的是甘露 因为你必须以你现在的环境 然后来观想 所以维摩结局是说 我要变成一个漂亮的女人 抱我一下她就解脱 请我一下她就开悟 因为她满足众生的欲望 但是她自己没欲望 但她想的是一个动机 动机绝对不是满足自己的自私 而是借个这个因缘 然后让对方种下解脱的因 成佛的因 那这个你要保持这种 念一下 利他的思想 所以什么叫慈悲 什么叫智慧 念一下 自我爱惜 是痛苦的因 爱惜众生 才是快乐的因 那你从现在开始改变了 以前都是我我我我我我 现在呢众生需要什么 先生需要什么 太太需要什么 父母需要什么 老板需要什么 员工需要什么 乃是从有形的看到无形的 像各位这个 这个 我认为阿拉斯这个地方 拉斯维格斯 这个晚上像鬼神一样 边地啊 那各位拜托你们 多撒甘露水啊 热是热的要命啊 对不对 这个一热的时候 他们身上都在冒火 所以我祈求各位 在你家门口最好摆一盆水 随时给他加满 有什么好处 保证你发财 对不对 因为水代表财嘛 然后呢 你时时刻刻 那个水会蒸发 为什么这边 这边 大概干燥嘛 对不对 衣服一掉它就干了 那你要观想 那个水就一直在 水蒸气不死给众生 你家里要摆一盆水 在任何地方 像我走到哪里 他们都献这个花 那我就会在花上面 让你更美 然后这个花 那你对它慈悲心 这个水都变甘露 这个花也变成莲花的香味 利益众生 所以你要开始对土地 你要跟他讲话 感谢土地公 感谢风神 感谢太阳公 感谢水神 你要开始感谢一切 因为什么 知恩 众生世界对我们都有恩嘛 所以我们要念的 对别人对我们的恩 怎么样让他离苦得乐 为了如此我要承担众生苦 所以我要发起 为众生而成佛的菩提心 以这个菩提心来念佛 来念心经 来布施甘露 这个叫一心念佛 一心念佛不是光嘴巴 而是用我们整个生命 包括你的呼吸 呼吸就是修行 吸的时候 把众生的苦难都吸进来 呼的时候 把你的所有的快乐 都布施给对方 所以各位现在开始练习 你的身体很健康 前面有一个老人走过去 你马上要修什么 你也叫 治他交换 什么叫治他交换 愿把我的腰的健康给你 愿把你的痛苦给我 你要马上这样想 你不这样想就 脱离菩提心 那你想说完蛋了 这想我腰坏了怎么办 你还没有那个功力 但是你要有那个心态 这个很重要 今天一个人很穷 一个乞丐走过来 你一定要想办法 布施一点钱跟食物给他 如果你不给他 这个叫什么 舍弃母亲 舍弃众生 那你的菩提心就不见了 那各位要养成习惯 养成那个习惯 绝对 念一下 治他交换 你要永远 对方长得很黑很丑 你皮肤很白 要想 我的白给他 他的黑给我 奇怪 你会更白很奇怪 这个叫什么 不可思议 了解吗 今天你看到一个人很穷 刚刚讲了 你怨他得到你所有的财富 怨他的贫穷给你 奇怪 你今天做生意发大财 为什么 你早上做了一个大布施 所以文殊菩萨说 明天是文殊菩萨的圣诞 是吧 农历四月初四 今天是初二还是初三 初三 二十九 后天后天 后天是文殊菩萨的圣诞 农历史 所以文殊菩萨就要我们修这个 就是说 他文殊菩萨天天会变成一个最贫穷的人 希望你对他布施 然后呢 他就可以把空性智慧布施给你 所以每次到五台山都会交代 第一个穷人就是文殊菩萨 所以以前我们看到乞丐会跑 甚至我也每次到别的地方 师父钱不要给他 他们是穷人啊 你给他 他以后就不会做事 他会更穷 我说你这样你就舍弃对方 你把钱给对方 跟他结缘嘛 因为你这个钱是你有功德加持的 他拿到你的钱会更努力赚钱 但是念一下 因缘即是老师 这是文殊菩萨交代的 你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因缘 当然我有很多朋友住在美国 我发觉这边好像住久了 回去以后 有一点有点selfish 有一点个人主义 有一点好像只照顾自己 那这一点要小心 所以各位你要没事去攀缘 到隔壁 我煮红豆汤 Hello 管你是巴西人 西班牙人 日本人 韩国人 反正你都是人 然后我一定要跟你Hello 所以各位要去写几句韩国话 土耳其话 对不对 因为很亲切嘛 你要跟他say hello 而且你要真心关心他 我有时候在欧洲美国 我发觉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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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讲假话 然后私底下借点钱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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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跟你Hello 我还不是跟你真的 How are you? Fine fine 走了走了 I'm fine 你竟然问How are you 我说对方我很苦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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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叫假了 所以各位 那你会说不行耶 如果我跟他打招呼 他真的找我麻烦怎么办 坏心碰到坏人 好心不会碰到坏人 你越怕他越来找你 你越有慈悲心 你越讲万法唯心造 所以你越有慈悲心 佛菩萨就会创造更好的意愿 让你去圆满慈悲心 所以你看到路边有人被车撞了 你赶快救他 你千万不要说我救他 万一人家误会是我撞的 那你很笨 因为你去救他 你的儿子就没车祸了 因为你 你愿意去布施 你的时间体力甚至金钱 就是人家误会是你撞的 你出了很多钱你都高兴 因为本来是你的死绝的 佛菩萨就是为了让你消业障 所以因为知道你动机很正确 所以他要让你消重业 像各位今天来参加法会 回去发烧三天 你要放鞭炮 为什么 哇 我本来要下地狱三达阿申七劫了 今天一个好的动机来参加法会 发烧三天 又拉肚子 哇这下福报大了 你要这么想 因为你的动机是正确的 所以你以一个好的动机 去做的每一件事情 就算你跌倒了 你都要放鞭炮 太好了 我的关节炎就好了 因为跌倒了 所以 因为 你越发心 佛就越照顾你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 你只要愿意简单的去施食 你想 三宝意念 诸天勇护 你在做佛在做的事情 所有的三宝都会想着你 照顾你 所有的护法善神天天在照顾你 因为你在做佛在做的事 佛在做什么 你想 慈悲众生 不是光人 因为有人跟我说 师父我是学人间佛教的 我说你讲这什么意思 所以我不放生 我说你不慈悲 因为佛教是以人为关键 去帮助六道众生 所以念一下 愿天神发菩提心 所以读地藏经不是读给鬼听的 标准是读给天神听的 因为释迦牟尼佛是到天上讲地藏经的 对不对 让天神发菩提心的 也因为这个菩提心就可以超度第一道鬼道嘛 就这个意思 但现代人后来就把地藏经当做是念给鬼听的 所以各位 不管你念阿弥陀佛 你最好先这样念 来 南无阿弥陀佛 天神发菩提心 阿修罗道不生气 人类修慈悲心 你要这样念 你念阿弥陀佛的目的 是要帮助六道众生 来 念一下 南无阿弥陀佛 我不生气 南无阿弥陀佛 我对老公好 你要开始这样念 你最好加一句你要干嘛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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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跟我讲话 阿弥陀佛 我还没念完十万遍 阿弥陀佛 自私啊这个人念佛 我念错了 念阿弥陀佛 是为了对峙你的问题 对阿弥陀佛是为了慈悲 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 就像我们念 on mani ben me hon on 就是把不干净的转为干净 叫on mani mani就是慈悲的意思 我给众生珠宝 最喜欢ben me 我给众生最好的莲花智慧 hon 我要让所有的众生都在mani ben me hon 充满慈悲智慧的佛的状态 从凡夫让他成佛叫on mani ben me hon 如何从凡夫六道轮回变成佛呢 就要透过慈悲与智慧的运行 修行 on mani ben me hon 这个就是namo阿弥陀佛 愿所有众生在莲花上面出生 愿所有众生往生净土 namo omitofo 但是如果你不了解 namo omitofo 我omani ben me hon 的意思 然后我念几遍 我念几遍 那你念老半天还是念自私的 你没有会出生在极乐世界 会出生在阿拉伯世界 因为你是算数字的 所以不管你念多少次omitofo 代表我爱众生 我爱众生 所以你不要去恨众生 你老公外面有外遇 你赶快念一万生 我爱老公 阿弥陀佛 我爱老公 我也爱他的小三 阿弥陀佛 因为不要让我恨对方 不要让我生气 不要让我离婚 因为我要爱对方 namo omitofo namo omitofo 所以念佛 诵经持重 是为了对峙自己的烦恼 叫智慧 为了帮助众生 叫慈悲 不要忘了这佛教 这两个支柱 所以佛教两足尊 佛是慈悲跟智慧的圆满 那所以我们学佛 就要这两个圆满 如何圆满 怎么慈悲 不思 慈悸 忍辱 精进 要精进的去不思 消除你的贪心 钱不是自己的 佛陀说钱是五家共有 对不对 钱是水灾火灾强盗 贪官败家子的 没有你的叫五家共有 所以各位有钱赶快用掉 不然你会后悔 所以不思目的就是 让你可以消除自己的贪心 也可以帮助穷人 互持三宝 所以叫不思度千贪 你会有福保 第二 持戒度伤害 我们要发愿 各位念一下 从今天 乃至成佛 不伤害任何众生 好不好 这个功德很大 如果你今天蒸发好 掉到水里面淹不死 掉到火里面烧不死 别人刀子砍你会断掉 为什么 因为你守了一个 不伤害众生的戒律 是最大的保护 持戒是保护你自己 所以如果你去伤害众生 你就会伤害自己 如果你永远不去伤害众生 众生永远没办法伤害你 水火刀兵永远不会伤害你 所以各位如果你经常去施食 做烟供放生 你永远不会下地狱轨道 持生道 这辈子永远不会被砍到 伤害到 除非你术士的业障 这是你的业力没有忏悔 必须有这个灾难 但是其他的外力伤害不了你 所以如果你要修慈悲心 第一个你要布施 第二个你要守戒律 第三个来 忍辱度称慧 所以各位你要修忍辱 今天你布施一百亿美金 然后又不伤害对方 对方又骂你 你要放鞭炮 哇 这个忍辱一下超过几亿美金的布施 你一生气 你的布施功德通通烧掉了 念一下 一念称心起 火烧功德灵 调查一下 脾气不好了 请举手 老实一点 放下 不要再发脾气了 爱发脾气不修忍辱 五个缺点 外表丑陋 第二个声音难听 第三个没有人员 第四个没有福报 就没钱 第五个死后下第一 修忍辱的人长得漂亮 福报好 口才好 人员好 死后生犯天 犯天就是上帝的天 这个叫智慧 所以各位 什么叫智慧 取舍 对的去做 不对的千万不要做 那菩萨活得的目的就是要度众生 那你要度众生 不要用生气的方法来解决事情 好不好 好不好 要决定啊 我如果再生气就咬舌头 你要发愿 你不发愿我跟你讲做不到的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而且你没福报 要怎么度众生呢 所以佛陀说 世间一千亿美金布施 不如佛钱布施一杯水功德 但是你把所有佛像都建成黄金的 布施不如守一条戒律的功德 你把所有戒律都守得很圆满 不如修忍辱的功德 所以各位要很精进的去圆满 这杯是布施 慈戒 慈戒 忍辱 精进 那这个就是福德之良 慈悲的之良 为什么 因为你离开众生 你都不能布施慈戒忍辱了 所以各位 你开始修行 千万不要手上带着练珠 带着咒语 然后在那边骂人 在那边生气 特别女人爱漂亮 爱漂亮 不要生气多微笑脸美的不得了 不要骂人声音好听的不得了 连死人家都要听你的声音 就是邓立军的声音 好听好听 所以我们去浑木超度 特别是华人浑木 放邓立军的歌 那些鬼就来了 再来超度 好听又好吃 ok ok 就好超度了 再来 第二种之良 你也讲 智慧之良 那如何有智慧 你也讲 禅定消除散乱 所以禅定就是专心 心不要乱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或是打坐 像我很喜欢精心 我很喜欢 过去是养成的 走过去走回来 走过去专心 然后呢 超经典 思维经典 很专心 所以禅定就是心 不是说别人骂你 别人骂你 你都可以控制得很了 叫禅定 所以禅定就是 你能够掌握你的心 所以念一下 掌握你的心 就掌握生命 就掌握世界 做心灵的主人 为什么 心创造命运 你的心 创造你的行为 行为引导的命运 所以我很喜欢讲 行为 反作用力 行为 高矮胖瘦富贵 来自于你的行为 反作用力 行为从哪里来 心态 所以各位要念习禅定 念佛 忏悔 抄经 拜佛 打坐都可以 你要念习 你千万不能说 没办法 我这个脾气就是这样 我就是喜欢打瞌睡 没办法 修禅定的人 可以三天不睡觉 七天不睡觉 我讲一个最难听的 龙树菩萨是我们大圣的出主 中观智慧 这还阴经是他从龙宫里面拿出来的 那有一天因为龙树的信徒很多 千万人在听龙树菩萨说法 那龙树菩萨的妹妹长得很漂亮 她很喜欢表现她的性感跟漂亮 所以那一天很多人在听经 她就从中间走进来 那龙树就骂她 因为她那一天穿的低胸的 你前面那两片肉在干嘛呢 妹妹差点昏倒 所以她这样侮辱她妹妹 后来她妹妹就开悟了 因为这叫一针见血 所以各位 你要修行要找那个很严的老师 不然那你不行的 因为人都有一个虚有其表 对不对 傲慢 所以波勒的智慧就是看到真相 不会被外表所迷惑 念一下 离一切相 极见诸佛 破我相 破人相 破众生相 破受者相 没有我 没有人 没有众生 没有所谓活多久的这种执着 因为这只是一个暂时存在的相 所有的本体都是空的 相是假的 它是花 它是人 它是瓶子 它是书 它是桌子 这是大殿 它只是一个假相 佛教要我们念一下 看到实相 就是真实的面貌 叫实相 实相是什么 万法皆空 对不对 因为万法这些花也好 水也好 这些都是暂时的 它本体都是空无自信的 男人 女人 动物 狗 猫 佛跟鬼 本性都是平等的 都是空相 都是佛相 那各位要有这个波勒智慧 有波勒智慧 那你就会开悟 你就能够成佛 所以修行不分这两个 这个叫福慧双修 再悲刺 布施 慈戒 忍辱 精进 那是修福报 修福报来消除你的贪心 伤害 爱生气 跟散乱 然后呢 再来 禅定波罗蜜 波罗波罗蜜 以精进的去禅定 禅定的目的是为了开智慧 看到佛性如何利益众生 这两个圆满了 你就成佛了 这合起来叫什么 オマニペメホ ナモ阿弥陀佛 ナモ观星菩萨 你念什么都没关系 就是文殊心众 每一个法门都是让我们圆满慈悲 智慧的方法 所以各位不要去排斥别人的法门 然后呢 等一下我们还要简单的回向一下 虽然简单 却很隆重 因为各位听闻佛法 希望各位改变命运 好不好啊 佛已经在你心中形成了 你现在成为佛的儿子了 各位听了菩提心的教法 就是你要受菩萨戒了 希望大家都发菩提心好不好 大家都受菩萨戒好不好 大家都做佛的儿子好不好 继承佛任何东西 那都是佛的展现 佛是没有形象的 离一切像即见诸佛 所以若能以色相与身见我 及人入邪道 你不能用 这个形象只是一个表达而已 所以我想各位要超越一切执着 我们要的是慈悲与智慧 慈悲与智慧的运作 叫悲至双运 那才是佛性 那我们要用佛性来生活 请问这个是真的还假的 假的 但是我们借助他 感谢他 但是他总有一天 会生病会死掉 所以你要谢谢他 然后下辈子 你直接去极乐世界 然后趁远再来 像我下辈子都计划好了 我要投胎去哪里 我绝对打死不结婚了 但是不结婚 讲了说得到吗 那你这辈子就要死亡 之前的死亡要断除欲望 而且要发这个愿 发这个愿 绝对 我如果再去谈男女恋爱 就下无间地狱 你要敢发 然后用你的慈悸 跟你的愿力 就把自己的这些负面的消除掉 所以然后你对每一个众生 只有平等的爱 然后你要这样发愿 所以各位一定要在家里摆一尊 你喜欢的佛像 相片也可以 相片也可以 像我很喜欢拜这一尊 看一下 南无不动如来 南无不动如来 为什么我喜欢拜他 等一下 无称大悲 朱元不动 你怎么勾引他 他都如如不动 你怎么伤害他 他都不会生气 他永远保持悲心 所以 他的世界叫妙喜世界 他可以让所有众生 现在就很欢喜 所以你念他的名字来 南无不动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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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马上你的嗔恨心 不快乐就不见了 那些最痛苦的 自杀的 被砍死的 被强奸死亡的 就可以超度 那进一步各位去读他的经典 或是念他的咒语 但至少各位念 南无不动如来 然后呢 为了要超度堕胎胎儿 你只要看到人家怀孕 你就要念他的名字 然后怀孕的妈妈 不会生病 生出来的小孩 很健康漂亮 所有的阳光 都会变佛光 因为这个太阳光也大 那个轨道的皮肤 就像泼硫酸一样的痛苦 所以你马上念不动如来 把阳光 观想成蓝色的 他们一照下去清凉 超度 不会痛苦 所以很伟大 好 所以希望大家 真实的 能够念一下 卑至双运 奥马尼伯明后 一心念佛 发菩提心 往生净土 趁愿再来 普度众生 把生命规划好 还没结婚呢 不见得要结婚 对不对 离婚了 高兴高兴 但是不要再跳下去 苦海无边 所以 但是也不是说各位要去离婚 你要把你先生当阿弥陀佛 那你不是活在极乐世界吗 你把你太太当观音菩萨 那你不是充满爱吗 你把你儿子当文殊菩萨 他那么笨 因为他那么笨你才会聪明 他是文殊菩萨来的 他都不笑 那你才会笑啊 所以各位 因为一切都是祝愿 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夜报 透过这个夜报改变你自己 但是不要去批评对方 不要去怪罪对方 那你就懂得用因缘来修行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陀花苏 红花烟点 9月27日至10月17日 印度红法行程 10月2日星期一 印度 晚上心灵讲座 上师与弟子的佛学交流 10月3日星期二 念贤节千佛 持战处罪一千节 印度 晚上心灵讲座 上师与弟子的佛学交流 10月6日星期五 瑟拉节四 上午9点半 上午9点半 印度白杜姆长寿法会 上午10点半 海淘法师开示 下午 烟供及放生法会 10月7日星期六 念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 指摘除罪九十节 印度龙德寺全天法会 10月10日星期二 上午 印度 十轮金刚大塔 落成典礼 下午 参访大爱道比丘尼四月 及烟供 10月11日星期三 仁登古佛圣诞 广泽尊王千秋 地藏菩萨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亿倍 印度 铁丘仁波切四月法会 广泽尼四方大塔 拥有全王参加 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金门慈悲金社 举办2017慈爱金门 两岸祈福消灾超见之旅 恭请海淘法师主法 日期 11月3号星期五 下午2点半 心灵讲座记护生 地点金门文化局 地址 金门县金城镇环岛北路 一段66号 11月4号星期六 上午8点半 举办八关灾戒 11月5号星期日 下午1点半 点灯沟水 祭大蒙山慈悲诗法会 地点金湖综合 和体育馆 xim日的福字 中文字幕提供 他说他两年前捡到一条金项链 认为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要送给我 所以没有送往警察局 而把它变卖一万八千元 学佛以后觉得这样做好像不对 请问师父弟子该如何处理 用什么名字来捐出来 第一个是你有福报 捡得到 所以说天上掉下来也没错 但是如果他是有主物 那你就造业了 比如说是真的有人掉了 那他急 那你就欠他债了 他欠你在 但是现在变成你欠他债了 所以当然你现在要找到他 也不是不行 如果你在那个地方 反正有缘 你就贴一下告示 我在此地 还是你要真的没办法 你要用金项链主人 你就这样写 等名字一万八千元 他做功德 你不见得要知道他名字 就是金项链的物主 你帮他拿这个一万八去做功德 但是来世他还是会找你的 只是因为你以前做完他功德了 欠他就比较少一点 因为你把他用掉了 但是如何做到最圆满 当然能够找到他本人最好 但是各位地球是远的 永远碰得到了 释迦牟尼佛过去三毛钱 没帮他老板要 被关三年 还用三千万俗神 三毛钱 释迦牟尼佛的儿子罗侯罗 各位都知道 关那一只老鼠 六个钟头忘了把他放出来 在他妈妈肚子里面要被关六年 所以这个善业也是不断增上 恶业也是这样 像滚雪球一样 所以各位讲到这个要经常忏悔 有些人很喜欢做功德 但不会忏悔 不会忏悔 你虽然功德大大的 但是你业障来还是不行 就像很多人跟我说 师父我也天天做好事放生 为什么我会得癌症 业障没消除 这个业障当然有很多助缘 祖先 你自己有这个业因 然后还有外缘 还有你的心情 所以各位要从这几个方面 都要消除 要忏悔 要思维空性 要保持正念 要调生 调心 气要好 气脉要好 生活要规律 再来要不断的超度 对不对 回向这些鬼神冤心在主 那你要因缘和合 这些都要去做 大家感谢 詞曲 李宗盛 生命天使 慈悲方便如窮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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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